美国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中俄一虽然没有正式结成联盟 但是关系超过桃源三结议 皆有中俄广西签署战略合作 后有中一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签订 而伊朗和俄罗斯早就是战略合作伙伴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中俄一三国感情好比刘关章 这听过三地伊朗向来不服美国霸权主义 绝对是条硬汉 岂不是大哥俄罗斯共是直面和美国硬刚啊 真是硬汉中的豪杰 如今我国同志两个铁汉汉关系输了这么铁 那么世界格局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说到俄罗斯 大家的第一感觉一定是特冷 面积贼大 不错 俄罗斯的面积约170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我国那么大 要不是100多年前 俄罗斯因为太缺钱把拉斯加卖给美国 那么如今的俄罗斯的版图 恐怕又横跨欧亚美洲三大陆了 这庞然大物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巨无霸 但是这么广阔的疆域 可另一个面积才不到三分之一 一下子大打折扣了 原因是因为温度过低 俄罗斯1月的最低气温低至零下50度 所以这么动人的天气 俄罗斯人也习惯于喝烈性福特加来看寒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这个战斗民族常常喝到五名三道 结果一下子睡在雪堆里 第二天就直接升天了 因为俄罗斯地广人稀 所以诸鲁狗熊这样的野生动物随处出没 而俄罗斯人也习惯于和动物和谐相处 所以称他们为战斗民族 俄罗斯拥有194个民族 总人口才不到1.4亿 而且逐年节少 据统计俄罗斯以每年230万人的数量递钱 照这样下去 我们的兄弟 哎 不敢想象啊 历史上的俄罗斯人一直以骁勇善战著称 他们的祖先东斯拉夫人生活在广阔的东欧草原上 以游牧为储 到了公元15世纪 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 建立了俄罗斯人第一个统一封建国家 随后伊凡四世将大公改为沙皇 从此变有了沙鹅的称号 真正让俄罗斯走向扩张道路的是1721年的彼得大帝 他建立起了俄罗斯帝国对外疯狂扩张 巅峰时总面积达到了2288万平方公里 北起北云洋 南达黑海南部 西起波罗的海 东达阿拉斯加 在当时仅次于大英帝国的版图 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领土是非常吃迷的 我国的海之外 就是在1860年被俄罗斯帝国吞并的 如今我国也在不断的强大 希望有一天这块土地我们能够要回来 小伙伴们你们同意吗 同意的话在弹幕上扣一个1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阿瑞革命 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而后苏俄政权统一战后 从俄帝国独立出来的诸多小国 共同建立了苏联 其庞大的体量 也决定了能和美国平分秋色 从此和美国开始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爱恨情仇的较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多数遗产 诸如航天航空核武器都被俄罗斯收入囊中 虽然实力和美国比逊色了很多 不过也在世界范围内响当当 但是令俄罗斯郁闷的是 意识形态已经和苏联不同了 美国却还是处处针对它 美国始终不希望俄罗斯变得太强 就如同不希望我国变强一样 但是俄罗斯的暴脾气也是出了名的 就是一个字 不服 其实在苏联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同 我国和苏联有着很长时间的命运期 苏联大哥的确对我们没少帮助 但后来两国也有着不小的纠葛 我们就不提了 而俄罗斯兄弟和中国自始至终关系都不错 尤其近几年 因为两国共同为美国打压 所以牢牢的暴散了一起 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是相互服使的 俄罗斯因为地大物博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像极了聚报盆 要啥又啥 但是却造就了俄罗斯经济上特别偏刻 全国三分之二的经济来源都依赖于石油和天安器 可以说经济结构很不健康 而俄罗斯全年的GDP和我国广东省居然差不多 不知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太好了 还是俄罗斯的经济的确有点 中国是除欧盟失败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俄从2010年就已经修建了原油管道 也就是俄罗斯的石油可以直接从本国的斯科沃罗纪诺 输通站直达我国黑龙匠 大大提高了效率 两国还共同修建了里程7000多公里 从北京到莫斯科的亚欧走廊 这是越走越近 关系越处越好 其实共同合作的项目远不止这些 可以说两国一直都是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我们知道中国和伊朗刚刚签订了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其实有一项很重要的约定 就是抛弃美元 使用人民币为结算方式 其实中国和俄罗斯也约定过在金融领域逐渐结构美元的结算 而改换成人民币 看来中俄一三兄弟在思想意识上是惊人的一致呀 人民币代替美元不仅意味着人民币的影响力极大提高 也意味着中俄一对以美元结算为主导的霸权规则发起了挑战 从此以后美国再也不能看伊朗不视眼就封伊朗的美元账户了 因为伊朗用人民币同样可以向我国出售石油 而俄罗斯也不惧怕美国的经济封锁 因为还有好兄弟中国在他的身后 那么这个号称地球老大的美国此刻会有何感想呢 而中国的伊朗兄弟球叔也在之前的视频做过详细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球叔总觉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兄弟性格上很相似 脾气都有一些小豹 眼里却揉不得沙子 但是行得正面对霸权就是不服 而中国更像是一位大侠 武功超群身藏不露却拥有着广阔的胸怀 有句话这样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龙之交甘若礼 我们这三兄弟始终也没有宣布结盟 更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结代仪式 但是却最终走到了一起 相约一起同舟共济 相信未来必将越来越强大 而地球另一端 看到我们发展宽西里不舒服的漂亮国 肚子一定都去大了吧 要知道胜利始终属于正义的一方 好